每年春晚,主持人阵容都让观众觉得亲切,虽然说壁福建亮亮了,诸君好像也不行了,但是他们这些央视主持人,承包了这些年中国人对春晚最实在,最福乐的时光。 央视主持人给人的专重感,和他们身上的稳重踏实,阳光正能量,就像百姓的亲人一样亲切,作为国家与百姓间交流的形象代言人,他们更加熟知我们的国家,他们时时刻刻向百姓传达正能量,他们就是国家的一部分。 可是近几年很多央视人主动退出了央视,李勇的妻子哈恩近期被爆出已经仅次央视,更是被爆出李勇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的消息,作为曾经的央视主持人移民,国外这个消息还是让人惊讶,很多人听到消息后,觉得央视主持人不该和娱乐明星一样所谓崇洋内外,热议中很多人说他们不爱国,他们两人的工作性质, 也确实容易引发这样的争论,难道国外就真的比国内有吸引力吗?不知道你们怎么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